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庞滩松油胆 你可能不知道的20件事 庞滩松油胆大哥 金,本名金色金 是在荷姆尔富裕的家庭出生的老妖 从小就学习过高尔夫球 滑雪、滑板等各种运动以及海外留学 而且也经历过了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的平凡人的生活 是在庞滩松油胆的成员们当中 最具有现实感的成员 因为不平凡的颜值 金在中学时期就被SN娱乐的星探发觉过 在通过了第一次试镜后 金认为这个可能是诈骗 所以就拒绝了SN娱乐高层的第二次试镜邀请 在高中毕业后 为了成为一名演员 仅打破了210比1的竞争率 考上了建国大学的电影艺术学系 然后有一天 仅在看着剧本上学的路上被bit hit的星探发掘 就这样命运般的成为庞滩松油胆的成员 庞滩松油胆金曾经被选为 爱豆们挑选最帅的男爱豆一位 在捷克进行的世界调科美男一位 整形外科医生挑选的 以科学根据在亚洲最帅的男性一位 2017年5月22号 庞滩松油胆参加了Pilbert Award之后 很多观众们都留言后期 左边第三个做绯闻的人到底是谁 然后在2017年AA美播放之后 很多路人们在网路上上传了金的照片 询问网友们 他到底是谁 最后在2018年9月24号 庞滩松油胆在预言演讲的时候 很多网友们都表示 在听着队长而言非常感动的演说的同时 不知不觉的就会发现 自己的眼睛正在看着金的样子 金因为也有着非常宽的肩膀 所以被粉丝们称为是太平洋肩膀流氓 金虽然运动神经很好 但是在出道初期曾经有过 实在是无法相信的舞蹈能力 成员们也开玩笑的说过 不管做什么动作都很尴尬 但是后来透过一天8到10小时的艰辛努力后 终于抹掉了尴尬 大幅提高了舞蹈能力 庞滩松油胆在2014年发表的歌曲 而这首歌的舞蹈是 大哥金牵手创作的作品 金是在庞滩松油胆当中 胆子最小的成员 尤其是讨厌虫子跟鬼 金在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捐款额 累积超过了1亿 成为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 荣誉俱乐部成员 金非常喜欢说阿杰格格 甚至在2017年6月份 Pinput的网站也报道过 金的阿杰格格的内容 而在庞滩松油胆的成员当中 几名最捧场金的阿杰格格 除了阿杰格格 绯闻也是金的代表性动作 庞滩松油胆金有非常多特别的习惯 像是推眼睛框的时候会转一下手腕 也会跟动物一样的将手放在前面 庞滩松油胆金只有在左耳打了两个耳栋 所以买了一双耳环的话 都会戴在左耳上 金花自己的钱买的第一张专辑就是 《湖娘系列的专辑》 不管去什么地方 金都会戴着耳朵 去机场的时候 飞机座位旁 在饭店 在演唱会 睡觉的时候 整理行李的时候 拍摄的时候 然后在街后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也会悄悄地将耳接放在前面来安慰弟弟 金对而言真的是非常真心 金在自己的手机联络部里 将成员们的名字储存为 BHIT乔户属 BHIT民用义 公司名字加本名 真的是非常正直的储存 金首次的自作曲一帮 是想念着自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宠物而写的歌 金在被问到以后的梦想是什么的时候 总是会回答 就算上了年纪 也希望跟这些朋友们一起表演 金哥是为了团队最努力的成员 甚至在饭店也会练习到凌晨 看到为了团队这么努力的样子 真的觉得很帅 也很谢谢 哥不会一老卖老 所以感觉就跟朋友一样 在维持旁探松油蛋这个团队 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大家的性格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的变化 但是唯独只有金没有变化 是一个非常有尝试的朋友 总是会引导着成员们 不会让他们超出基准线的好哥哥 韩国是非常重视年龄的国家 但是在PTS队内 却不会有因为年龄差而产生的等级区分 金说过 让某个人笑的话 自己也会很幸福 所以常常会拉低自己来给别人快乐 我因为厌过上的关系 见过非常多的idol们 但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像金一样的团体内大哥 他的这种正能量 会带给成员们非常好的影响 我是看不到我自己 如果说我成长了 那是因为成员们做得好 所以我才能看着他们一起成长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